大家好,很长时间没能这么坐着和大家说话了 今天呢,我想聊一个很多人感兴趣或者好奇的话题 在加拿大做保姆能挣多少钱?加拿大的保姆工资水平如何? 因为我是通过保姆移民项目来到加拿大的 现在在全职上大学,兼职继续做保姆 2020年是我来加拿大的第十个年头了 所以呢,我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 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就觉得很惊讶 做保姆也能移民啊 是啊,欢迎大家去看我的保姆移民项目讲解的视频 在加拿大做保姆能买车养房养家糊口吗? 首先我得说,绝大多数通过保姆移民项目来加拿大的人 目的不是为了来挣钱的 而是为干满两年带全家移民的 所以呢,他们更在乎把全家带过来这个结果 至于这两年能挣多少钱 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毕竟这是一份工作 做这个能赚多少钱,能不能养家糊口 首先要说的是 这一行也是需要经验和能力的 有的人在国内想通过保姆移民项目过来 但是呢,又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 觉得自己带大了一个或者两个孩子 把一家人的生活都照顾得非常好 就觉得自己是有工作经验的 能胜任保姆这份工作的 那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照顾自家人是生活 照顾别人的家庭是工作 别人家养孩子过日子 不一定和你家营养 照顾别人的家庭 是要按照雇主家的要求来做事情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比如孩子几点吃饭 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雇主几点上班等等等等 家家户户都不一样 所以呢,需要保姆做的事情 就不可能是千篇一律 安大略省的最低工资是 每小时14家元 那么保姆工资呢 就不应该低于这个水平 这也可以说是入门级的保姆工资 一般走保姆移民项目刚来的人 也都是这个工资水平 即使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费用 如果需要sponsor的话 他的工资一般也是这个数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雇主担保啊 这就是雇主担保他移民的代价 拿两年的最低工资 因为这两年你是要给这个雇主工作的 如果你嫌工资低想跳槽 你可以试试 但是呢,市场上愿意sponsor你的雇主 基本上都是最低工资 要不的话,本地那么多保姆 人家为什么要费劲从海外申请一个外国劳工呢? 他们图便宜嘛 双方合作愉快的话呢 一用就是两年甚至更久 那相对就稳定 当然了,这个工资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虽然不像别的行业那样 小时工资有10块20块30块的差别 但是不同阶段,不同能力,不同从业资格的保姆 工资是不一样的 比最低工资每小时14块多一点的 是15,16块 入门级的保姆不住家 自己要租房子 每天要坐公交 就是这个数 不住家的话 通常会比住家的工资多出2块3块 比如呢,一个稍微有经验的保姆 18块每小时 如果他不住家的话呢 通常就是20块了 而20块每小时的保姆呢 如果不住家的话呢 就是22以上 以此类推 从最低的14元起 最高能达到25-28元 专门做清洁的工作呢 可以拿到30元每小时 在多伦多 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 和房间的大小 功能的齐全程度来分 房租最低可以是5-600 7-800 高了呢 可以是2-3000 不同的价钱 当然条件就有好有差了 那么拿着25-28小时工资的保姆做的工作 跟拿20块钱以下工资的保姆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工资越高 活越累呢 其实通常是相反的 工资低的往往比较累 因为做的都是需要消耗体力的事情 比如做饭啊 清洁之类的 而工资高的呢 通常是替雇主操心之类的工作 体力活是少量 因为这种雇主通常需要的是 多一个大脑帮他们记事情 做判断和决定 处理事情 比如孩子说 头疼 脚疼 手疼 头发烧疼 不能去跆拳道客 你能打电话问雇主 怎么办吗 不能 除非重要紧急的事情 你是不应该打电话 或者发短信 打扰雇主的 他们在忙他们的工作 但孩子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 你也不能耽误事 所以呢 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 做保姆 工资越高 体力活越少 做起来相对轻松一些 而如果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只愿意做清洁 做饭之类的工作呢 就可能是又辛苦 工资又低 所以呢 做保姆 如果想拿高工资 又不做繁重的体力活 就得熟悉和了解 各种文化背景的 雇主家庭 日常生活 如果价值观 能和雇主接近 就更好了 那样就可以和雇主的思想一致 替他们分担生活中的各种琐事 比如我刚才说的 处理孩子的各种问题 要凭自己的判断力 独立 妥善处理 而不是等雇主回家 告诉雇主 或者打电话 问雇主该怎么办 更不能忽略 这些事情 对雇主来说 都是比打扫卫生 收拾房间更重要的事 因为他们工作忙 不能总陪在孩子身边 而这些事呢 又必须随时出现 随时解决 所以呢 如果你能帮雇主妥善地处理这些事 你的工资就应该会高一些 而且你的工作呢 也不至于特别辛苦 总的来说 加拿大本地的保姆工资 基本上是由工作经验和能力来决定的 与你是不是加拿大公民 是不是持工签的外国劳工没有多大关系 除非你需要sponsor 跟工资有关系的是你的经验和能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呢 在西方国家保姆工作是一份能够受到充分尊重的职业 就拿我自己来说 在教育孩子的这条路上 我雇主是把我当作伙伴和同事来对待的 在照顾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方面 我雇主是把我当作助手和管家来看待的 我们彼此信任 尊重 合作非常愉快 如果你喜欢在家庭这样简单的环境中工作 可以考虑这个方向 工资收入其实并不比托儿所幼儿园的老师低 他很适合那种喜欢安静 尤其喜欢小孩的人来做 在这个领域做下去 获得经验和能力后 你的工资虽然不能让你发财致富 但是呢 完全能满足一个普通人 朴素偶尔轻微的奢侈一下的生活